姨姨 你在干嘛呢 我帮妈妈收玉米呢 那我来弄 你去玩去吧 不要 我要帮妈妈 那你为什么要帮妈妈收玉米啊 我妈妈她现在一个人 但我们两个太辛苦了 我周末回来了 想给妈妈分担一些 但是我妈妈不让我干 那我帮你一起干吧 来 叔叔 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妈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得出来啊 一喜欢我妈妈 可是你妈妈现在不打理 跟叔叔在一起啊 那你能不能对我妈妈好一点啊 你这小大人 你懂得还挺多的 你可不要像以前的那个干爸爸那样 让我妈妈伤心可以吗 姨姨 你放心 既然你可能现在还不太懂这些 但是叔叔告诉你 叔叔不会的 叔叔一定会对你妈妈好的 你妈妈她受了这么多的苦 孙子跟你一样 可心疼她了 姨姨 那叔叔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啊 只要你对我妈妈好 你说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 嗯 那你能不能跟妹妹一起 跟妈妈说一说 让你妈妈答应跟叔叔在一起啊 那还得看你的表现哦 你要是对我妈妈好的话 我妈妈肯定会跟你在一起啦 呵呵 你这个小精灵鬼 懂得还挺多的 哎 你们在聊什么呢 哦 没什么 没什么 这是我和叔叔之间的秘密 跟妈妈还有秘密啦 嗯 来 你期待妹妹去屋里写作业去啊 哎呦 来 来 来 去吧 哎 叔叔 你坐嘛 你刚跟孩子聊什么啦 小倩 姨姨跟瑶瑶真的好懂事啊 这么大点孩子懂得可多了 哎 人都说穷的孩子早当家嘛 两个孩子跟着我 也确实是受苦了 现在我感觉我最大的软肋啊 就是这两个孩子 你可能知道了 就是之前我跟我前夫离婚 就是因为他们家 嫌弃我生了两个女孩嘛 但是我跟你说 我特别为我生的这两个女儿感到自豪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现在觉得啊 我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 每天啊 都特别的充实 特别的开心 唯独让我感觉 就是愧疚的就是 我给这两个孩子 提供不了更好的生活 你还有我呢啊 这两个小宝贝这么可爱 如果咱们两个在一起了 我一定会拿他们 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结过婚 没有过孩子 我可能也没办法 体会为人父母的感觉 但是我从你身上感受得到 你放心吧 行了 谢谢你啊 你能这么说这么想 我真的很开心 哎 你刚才是不是 都是给孩子说这些了 没有没有 我跟孩子瞎聊的 行了 天色不早了 我有点困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好 我相信了 都不是很倒地的 就知道了 感谢观看